现年44岁的男星刘凯威 去年冬至时和32岁的女星杨幂发表联合声明 正式宣布结束5年的婚姻关系 今后两人将以亲人的身份共同抚养女儿小糯米 这里所说的共同抚养其实只是一句客套话 小糯米自出生后一直在香港由爷爷奶奶照顾 这么多年杨幂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回香港看女儿大家心里有数 加上现在她跟刘凯威已经离婚 所谓的共同抚养只能体现在生活费上 不过为了让小糯米感受得到来自父亲的爱 其实在跟杨幂宣布离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刘凯威已经锐意的减少在内地的工作 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香港照顾小糯米 1月28日时 香港媒体拍到刘凯威的母亲和保姆 撑坐七人车离开西半山的寓所 前往中环 小糯米也有一起同行 一眨眼小糯米已经五岁 长得非常可爱 当时见到保姆手中拿着一个小书包 相信小糯米是去上儿童班 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一行三人一起离开中环 小糯米全程表现得很开心 回家前 刘凯威母亲去了上环买日用品 小糯米也乖乖在车上等候 另外到了1月29日 香港媒体就在下午3点左右 见到刘凯威独自创坐七人车离开寓所 到西环某商煞下车 当时她身穿便服 戴着帽子和口罩独自上楼 过了不久便搬了两项货物下来 之后再返回商煞 去搬了另一大项货物 虽然当时人来人往 但徒人并没有留意刘凯威 而临上车前 记者问她和杨幂离婚 是否涉及第三者时 刘凯威就没有回应 只是挥手示意再见后便开车离开 返回西半山寓所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